Hello 今天来到这个奥迪的店里边看一下这个中期改款的A4 Outroad Quattro 这是一个四驱版本 然后Avent的话我刚找了一下店里边没有啊 首先就是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中期改款到底变化在哪呢 车头位置就是大灯 之前不是有一个拐角吗 现在没有了 它内置的这个日行灯变成了一个矩阵式的一个灯条啊 其次呢就是它这个中网 整体的这个中网造型确实是相比老款变化很大 而且它这个Auro的版本的话 它是一个直铺式的一个亮银的一个造型 但如果你要是Avent的话 它就是一个分窝中网的一个造型啊 整体造型是有偏差的 然后我们再来侧面看一下它这个变化主要集中在哪 侧面啊其实跟老款的Auro的区别并不大 然后依旧是有这个Auro的元素啊 前后轮拱位置方面有这个黑色的塑料条 然后在侧群位置的话有一个亮银的一个标准 而且这样你可以看到是一个Quattro的一个车标 也是宣示这是一个四驱版本 然后轮毂的话是采用了一个双五幅的一个造型啊 18英寸的一个尺寸 车尾整体变化的话主要来自于尾灯 以及它这个后包围的一个设计 也不用多说了 然后打开看一下吧 开启这个后备箱的尾门以后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开口还是很大的 包括它这还是一个电动尾门的一个设计啊 里边的话装载能力就不用多说了 很平而且能放置的东西也比较多 包括两边还有这个锚点挂钩这些啊 然后那去车内看看这个新款到底跟老款有什么变化 先来讲的话其实跟老款最大的变化就是来自于它这个10.1英寸的中共屏啊 之前是不支持触控的 然后现在的话改成一个触控式的一个中共屏 但是我们这台车的话是没法这个解锁车机的 所以不用给大家都看了 然后可以看到下方这边最变化最大的就是 之前在这个位置是一个MMI的大的一个旋钮啊 现在取消了中间变成一个储物槽了 然后往后看的话它这个音量调节的话还是没有变的 依旧是这个小旋钮 游艇式的挡杆还是非常漂亮的 2.0T高功率加一个夸丑四驱也是它的卖点之一啊 而且这车的话也是跟新款的A4一样 有一个12伏的微混系统 目前这车店里边的优惠基本上在6到8个点左右 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年前购买